大家好 5月6日 星期六 以為這個節目是不能夠如期出街 因為中了一招 中了COVID-19 應該是星期四晚左右 但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出街只有兩個情況下 我是不戴口罩的 一個情況是跑步 一個情況是游泳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中那招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問我的感覺好像流感一樣 因為我之前也中過流感 正確就是流感 本來以為今集是做不到的 辛苦就不算辛苦 只不過鼻子有點萌 但在英文節目我已經出了帖 說做不到 因為有一邊 大家知道如果鼻塞得很厲害 你錄不到音 但非常奇怪地 去到星期五的四點多五點 又真的沒什麼事 差不多好了六七成 我說是 那就錄吧 其實不錄都可以 因為可以移到星期六都可以 但既然可以就錄吧 所以大家出街都要戴口罩 另外一個就是幸運 我太太有沒有事 因為她公司要經常做快測 今天去到下午四點 她做快測都是陰性的 很簡單 譬如我知道中了一招 我就在房間 我太太回來就收拾了些東西 因為我太太的妹妹 她其實住得很近我們 她們住在村屋 差不多是幾個地鐵站 她這幾天就先去她妹妹那裡睡著 為甚麼呢 免得傳染了她 她不能上班 是嗎 我想問呢 現在如果你COVID-19 應該沒有病假子 是嗎 我猜是沒有了 是嗎 你問我 我的質感就像流感一樣 但是 我懷疑一件事 第一件事 我太太打了四針 我不知道這件事 是否有幫助 但是 我記得我之前看過 好像說 是否許樹昌 許樹昌打了五針 也不知中三次 那個劉宇龍也是 就是 那個劉宇龍 我叫她做劉龍 她也是不知打了幾針都中招 那麼 我們今早大家看到的封面 就是講香港的負債 這個呢 就是當我去洗手間的時候 我又想到一個 就是我又想到以前一個問題 就是為甚麼要香港花這麼多錢 去驗那些屎稅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你問我的 你說我現在 那我現在就叫外賣 就是我現在就叫外賣 那免得傳染人 是吧 那你問我呢 你說 譬如現在你 拿我大廈 就是我們大廈的屎稅去驗 一定有的 因為有人中了招 一定有的 那你想想想當時 就是林鄭的年代 喂大哥 你這麼多大廈要強檢 那你要強檢 那你要強檢 就是有人中招 那有人中招 你還驗過那些屎稅來做甚麼呢 是一定有的 那你驗來做甚麼 我真的不明白 為甚麼我今天會說這個問題呢 就是因為現在剛剛 就是有一個主權基金 他宣傳出來 香港的負債 是飆升得很厲害的 已經是 那我估計其中一個 就是抗疫用了六千億 所以馬上讓我想到 喂大哥 你不是吧 即是那座大廈要強檢 那肯定有人中招 你還去驗那些屎稅 總共驗了多久呢 我沒有記錯 就是我沒有記錯 驗了一年半 真是賭錢落海的 喂 雖然我也知道 你是中港輸送利益的了 那你也不要冤枉的 偷看國家機密 是吧 你也想過另一條方法 對不對 這麼傻傻 喂 你香港的錢是市民的 你想想一件事 那麼多座大廈驗屎稅 驗足一年半 你是明知他有的 他座大廈都要強檢 那你驗來做甚麼 這樣就搞了一年半 令到香港呢 即是現在的負債很重 那一會兒給大家看看 那個封面 所以大家呢 即是你出街都要戴一戴口罩 我估計那個流感期都很重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跟流感沒有分別 因為我以前都中過流感 沒有分別 一樣 Exactly 是一樣 所以很重 就是喉嚨一點 少少輕 低燒的 我37.2 有少少肌肉痛 有少少鼻水 就是這樣 Exactly 就是一個流感 你问我就觉得没什么分别 虽然说像流感 中招也不好 大家记住保重身体 出街的时候 我也觉得可能和五一黄金周有关 因为内地人很多来了 你问我哪里中招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不是开玩笑 好了 我们先讲一些数据 钻石狗是126% 美股到星期四还是下跌 因为有加息影响 美银没有什么变化 都是56% 《盈光幕》大家看到 这间晋利亨德森 是一个专做主权基金的指数 简单说一句 主权基金就是主权地方 主权国家 这是他们的工作 他就会记下全世界的地方 发出了什么债 包括美元 港元、港元、港元、港元等 因为他的指数是要这样做的 但他刚刚研究出来 说香港的债务 突然间 但升了百分之百分之百 香港未偿还的债务 是去到1.53万亿 即是差不多1,960亿的美金 占了GDP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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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香港是最少省6000亿 大家可以计算,如果没有6000亿,就怎样? 8000多亿港元,差不多只有900多亿美金 佔GDP20多%,其实是很健康的 但问题是,因为香港最近这样花钱 所以现在未常还的债务,已经有接近2000亿美金 大家知道,港元是不值钱的,我再说一次 我让你拿一亿港元,离开香港 我想你一亿港元,如果你在香港,假设性问题 大概你可能换到千多万美金 如果港元在香港换 但是你拿一亿港元出去,其他全世界 我不知道,我怀疑你能不能换到一百万美金 因为没有人要的 我怎知道你的钱是什么 港元也不懂,基本上 所以问题是,特区政府只有那4000亿外汇 只有那4000亿外汇 只有那4000亿外汇 那4000亿内,我当你一半美金 一半可能是人民币,一半可能是欧罗 其实可能如果扣了一些负债,他根本也没有钱 根本也没有钱 那你说,烂船也有三斤钉 人民币也好,欧罗也好,澳币也好,怎样也好 但问题是,如果你再做明日大嶼和北部都会区 其实你等于向自己的膝头歌开窗 没有分别的 即是你狠狠了自己一样 你想想一样,我们也说过 明日大嶼,加上北部都会区 是要15000亿的 另外还要多2万亿 我说港元,2万亿港元 才可以搞定 那里多少,那里3万5千亿 根本上已经完全超出香港可以应付的范围 所以你再搞,其实是没得搞的 有数字看的 大家看看这个香港主权基金 亨利晋利亨得森 他就说 香港政府负债突然间大升百分之百 很少 很少的 他都说的,主要是因为你的防疫措施 所以,多了突然间急升八个百分之百 那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那六千多亿 六千多亿,加上国安之类之类 他也有说的 新加坡的地区债占GDP是148% 但是新加坡发债用来做什么? 他用来投资的 他发债不是用来用的 你现在发债用了 你发债之后,那些钱怎样? 去了大陆 因为你买了一些防疫产品 嘛 买了一些防疫产品 那些防疫包 验了一些屎水 之类之类之类的 但是,别人是用来投资的 那我投资的钱是在新加坡里面的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 台湾是全球债务最低的 他只是占GDP百分之二十七的 非常之低 那你想想 之前的特区政府 其实都是占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谁知道你搞了一个防疫出来 那就多了六千多亿 就是这样的 所以问题就是 你现在香港其实 私人的财产例外 例如李嘉诚 他有多少美金 新地有多少美金 这些是私人财产 我说的是这个特区政府 其实特区政府 你有港元是没用的 因为在外面是不用的 你记住 你无论持有多少港元 多少人民币都好 你在外面是不用的 简单说句就是 你只是借租的就是 美金、欧罗、澳币、日元之类之类 那简单说句 其实就是说香港是 他应该只能够扣那个外汇基金 你七千多亿港元是没用的 你还债 如果是美金债 没有人要拿你的港元 那你去哪里找美金回来呢 所以问题在此 如果他比明日大嶼、北部都会区 等于向自己的膝头歌开枪 那就是香港是正确的 另外 相信想移民英国的 还是准备中的香港市民 应该就开心了 坦白说一句 你问我英国佬虽然是坏 但一样东西 人家说话算数 人家说话算数 大家记不记得 之前 有些传言出来 例如说 新卫城上 那就取消了 就是BNO5加1 不再搞 别人 英国驻港澳总领市 别人会走出来 最少做到2025 最少 那你问我2025之后 会不会extend 我觉得也是会的 机会很大 但是问题是 你看到别人为什么说两年呢 因为新卫城中间的任期 所以他说两年 所以无论英国佬 你觉得他多衰也好 别人说话算数 他不会说 当作够话 别人说话 别人说话 但是你看看我们 香港政府 台湾 憲法说明的 憲法说明的 香港有没有普出呢 坦白说一句 你不是行政长官 没有普选 你现在连虽得 区议会都没有 一会跟大家看 最后 李慧琼都不选 你想想 李慧琼和何君尧都不选 你就想 是吧 哪里会算数 共产党说话 不会算数 是吧 你说台湾 台湾都是中国人 其实外国说话 是算数 是中国人说话 才不算数 可不可以这样做个 conclusion 是吧 大家自己想 所以你看到 特区政府 中国 台湾 他真的说过就算了 但是 别人英国佬 美国佬 别人说了 就是说了就是 其实 不会说 借地议 转来转去 坦白说 他今天 我说改的 你都催我 但是问题就是 别人的国家是有诚信的 如果我国家说话 都不算数的话 那谁还和我国家做生意 没有的 是吧 这个大家定住画面来看 是吧 BNO 5加1 就是2021年 大家都知道 会延续到2025年 还有两年 但是你说之后 他一定不会回答你 因为可能是新政党上 跟着又再大选过 我觉得他们维持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当然 有些 特别是德国的YouTuber 就说 别人不够的 就是做得不够 但是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 我真的想说 有一天 就彈了 这个德国人 那个YouTube节目出来 我一看下去 他有成五万四千view 好了 但是我一按下去 你猜一下有多少个留言 六个留言 五万四千view 只有六个留言 不会是吧 大家看看我们的留言 就是我们的很多 有些是过百的 有些中国文心 是二百个留言 都是只有四万view 你五万四千view 只有六个留言 是吧 就是很难 很难 不让人想起 有机会买楼梁 不过是没问题的 有些人买楼梁 可以的 我有钱了 我喜欢买楼梁 我喜欢用钱买 那你吹什么都可以 Fedix 正式 confirm 会把亚太区的总部 由香港搬到新加坡 你讲好香港的故事 连Fedix 他什么时候在香港做总部 我就不知道 总言之 1990年我出来工作 Fedix 的总部已经在香港了 你连在香港几十年的公司 你都保不住 你还跑去英国 美国和美国 Fedix 就是美国公司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迟早 DHL 的总部都走 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赚到那些钱 我未必能拿走 大哥 这个和政治无关 我赚到那些钱 我未必能拿走 大哥 你本身在香港做了几十年的美国公司 欧洲公司 你都未留得住 你说什么 即是飞去外面 说好香港的故事 大家有没有看到东盟那些有反应 没有 沙特亚伯王子一生都未见过你 他见你一面 就和你做好朋友 接着放些钱来投资 你觉得他狠狠 还是你的脑子在屎股上 对不对 这些是很傻的想法 对不对 你说好香港的故事 麻烦你先说好现在在香港那些 对不对 你连香港的人都留不住 说什么 最基本 坦白说一句 很多网上都说 你连你自己的老婆 走了都留不住 你还说什么 他老婆也走老了 对不对 他老公也走老了 那你还说什么 没话说下去 对不对 除非他曾经病 大家可以看到一件事 你还说什么发展 你连老婆也留不住 你连子女也留不住 你连老公也留不住 接着还说什么发展 我将来要赚多少钱 这些多鸠鱼的想法 对不对 我出来工作 第一天 已经去寄Fedix 在荃湾 在隔几座大厦 有些Fedix商 就是我们已经做了 你想想一样 一个在香港 我现在说的已经是 32年 33年前的事 一间在香港 N年的公司 他都可以走 那你就想想 所以说什么好香港的故事 根本是多鸠鱼 另外在节目上播出 5月6日 稍晚 查理斯三世 就会加冕 你问我的 我当然是惯着恃头婆 我真的惯着恃头婆 不是开玩笑 就是恃头婆 真的 怎样说 如果她早早 如果她被权威了 被查理斯 可能散了也不一定 但是当然 现在在英国来说 皇室不是说 没有影响力 但是影响力大不如前 对不对 你问我查理斯 这个人是做不到工作的 你说 就是 恃头婆呢 你见到人家做事不同 你见到恃头婆做事 很定的 你见到恃头婆做事 就是踩死矮的 她做事 但是她做事 心思熟虑 你只见到一件事 香港的廉政公署 做得有声有声 真的不是开玩笑 现在的廉政公署 是尸鸟蛋去抓人 你看看 人家的恃头婆做过廉政公署 香港当时 基本上那些贪污案件 不是有没有 不过 就是 不会浮面 简单说句 但是你看看 现在香港那些 说 全部都抱了面 所以你问我 想着谁 我一定是想着恃头婆 不是开玩笑 这个就是一个政治人物 成功与不成功的关键 其实 就是你 人始终百年之身 都是要走的 但是当你问一问 那些人 哪一个功劳 他们是爱戴哪一个 这个是很清楚的 这个是很清楚的 现在他上去都没所谓的 就是查理斯 因为为什么 你皇室对国家 那个政策的影响力 都差的了 都没那么高的 他又用了 今次的加冕仪式 就用了 2.5亿英镑 被人罵了 是不是才对 现在英国也不是很有钱 用这么多钱去加冕 但是同一时间 在这个5月5日 英国的希斯路机场 是会罢工8天的 就是5月5日 计算当日 数8天 那会不会那些 就是加冕典 受影响呢 如果各国元首去 就应该不会的 他们有私人飞机 但是如果一般的市民 想着飞去朝圣的话 可能就要 就是大家要就一下时间了 今次中国就派韩正去 那 美国都派一个团队去的 但是拜登就不去 特朗普就罵这个拜登 就为什么会缺席呢 这样 就是说 喂 那你拜登不去 不就有一盏眼睡 我想未必的 就是拜登这段时间 其实都很多事情做 就是很多 因为要搞这个 对付中国 其实他都很很多 会害 就是找石穴 他又好像小马赫斯 跟着又好像飞去这个 不知道什么鬼 什么鬼 什么鬼的 罗门群岛 其实这个 拜登也是很多事情做的 你不要忘记 八十的了 大哥 Donald Trump就没有八十 拜登就八张东西的了 就是都累了 是吧 大家应该都有看片的 这个 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有个油库被人炸了 那接着呢 就是俄罗斯 这个只不过是俄罗斯说的 那俄罗斯就说 就是乌克兰有两架无人机 晚上就偷襲这个克里姆林公 想杀普京 被他射了下来 那问题呢 你问我信不信呢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很低的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很低的 美国也更加不会 就是美国要做 其实做了 美国要做 我相信普京一定死了 因为连拉登都能杀 为什么连他不杀 呢 根本就未必会用这个手段 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难知道 普京在哪里 连他的最亲信的手下都不知道 分分钟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可能突然走到这里 突然走到这里 又化妆 又戴着面具 之类之类 我觉得 乌克兰是否认的 美国也否认的 还有一个事情 就说这个只不过是俄罗斯单方面说的 没有证实到 那会不会是自编自导自演呢 其实也会 俄罗斯这些不手信用的 其实什么都会做得出 什么都会做得出 好了 现在就说 联储局即将会停止加息 为什么美股都不太涨呢 原因就是 因为那些人不信你 联储局没有说过 说会停止加息 是很多银行banker说的 银行banker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已经输得哭了 他们很多有些 已经输得连底库也输了 现在美国的银行是很危险的 因为美国的银行 大部分都是持有美国国库债券的 当你不断加息的时候 那些国库债券就不断跌价 那你不断就卖出接货 卖出接货 很多就害怕 即现在的传户就害怕 喂 你有什么问题 是否糟糕 那全部拿回钱走的 不只是一定个人的存户 有些是公司的存户 公司的存户 公司的存户也很多 因为公司的存户 基本上 美国政府就不交易 当你不断有资金流出的时候 银行是很危险的 所以其实美国的银行 现在不是很健康的 但问题就是 那些banker 已经帮过客户 输得妈妈都不认得 全部输得底库都没了 那唯有说 停止加息 我觉得未必 除非联主局亲口说 如果不是的话 我也未必相信 大家都知道 这个瑞讯 就卖了给瑞银 是吧 他正在研究 用IPO的形式 将瑞讯的瑞士银行 出售 简单说一句 不如这样 我帮你资产上市 帮你摘回资产 就够你了 那我卖了出去 那你们上市 这些真是瘋狂的 是吧 你那家店 你还卖出去 哪是值钱呢 我也不知道 坦白说 他不欠钱 他也不值钱 所以大家 你要申请IPO的时候 最重要是看定价 坦白说 现在美国有这么多便宜的股票 为什么要 用手去摘一把 跌下来的刀呢 是吧 另外 知情人士透露 台积电 他现在是联手有几间 有些我不懂 但是这个英飞零我是懂的 是德国做晶片 很有名的 他通常都是做车用的晶片 车的软体 车的晶片 最多是用100亿的欧元 大约是110亿的美金 在德国就设立原精厂 大家看看 就不是台积电一个人做的 台积电是隔着 NXP Roberts Bosch 和Infinance 一起去做的 好 另外 这个大家都会在美国的报道会看到的 民主党 其实在 Power 加息之前 基本上已经 我记得不知道是出信 还是什么的 叫Power 你不要再加息 为什么呢 你很多已经是裁缘了 你没有理由加息 加到自己死了 现在Power 就是加息 加到自己死了 你加息加到 每个人都裁缘了 当然 那间公司有问题 你加息加到 银行倒了 那间银行倒了 你想想有多少员工是失业 对吧 你就是现在 你在美国 我想因为你加息的缘故 而没了工作的人 我想 点至100万 再多都还可以 那当然 美国有几亿人 对不对 但是 没用 他最后都加到息 这个我觉得 是有少少 中国的大外宣 就是有一个 调查报告 但是 没有说哪一个 那么 就说 就是 差不多一半的美国民众 就是怕银行存款干权 呃 美国政府 已经说了 bell out 民众的银行存款 不是公司的银行存款 那所以我觉得 这些有机会是中国的大外宣 那一会大家 看看TikTok 看看Facebook 说 你就知道了 其实是 那么大家看看 那些数字呢 iPhone在印度 那些二手手机 前年占3% 上年占11% 现在TikTok的 即是他在印度的心 即是他现在的 签计是什么呢 就是 所有全印度的人 每人有一部iPhone 那你想想那里多少 大过你中国很多 又不用烦 别人是 免得烦 大家看到 二手iPhone在印度 超级热卖 销售成长百分之二十 很夸张 成长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成长率是全球的四倍 即全球是多少 是百分之五 现在百分之二十 另外他说 以iPhone六为例 在印度呢 都仍然有人要 那你说 喂 印度的人很窮 你不用理他 是窮还是不窮 起码一件事 赚一百元美金一部 他也是赚一百元美金一部 对不对 去年iPhone在印度的市占率 成长到百分之五 2019年只有百分之一 那你想想一件事 你中国这些死窮兮呢 他一脚就伸你出去了 对不对 很正常 你现在高端那些呢 即是万几元那些呢 你在中国不会卖得好的 因为他没有钱 他也没有钱 怎么卖啊 喂 你每一部每一部 万几元的 他也不够钱卖 那你又怎样呢 怎样捡呢 所以你看到 苹果的股价 为什么也没有什么下跌呢 原因就是 因为印度的增长 给了你憧憬 大家想想一件事 如果在印度 每人一部iPhone 不太多 再加上耳机 配件 四分一人 每人一部iPad 或者一部iMac 那你想想一件事 苹果的增长会有多大 即是现在 Tim Cook 正在卖这件事 但问题 他真的做到 你看到有数字看 另外一件事 就是苹果在这个 我自己没有用苹果的东西 我只是 在结尾前有一部iPad 2 在结尾前 现在苹果就说 大家知道 它有一个 亮晶的接口 即是好像那个 USB-C Ti-C 他就说 在欧盟里面 未来的iPhone 15 会配备USB-C接口 只要有认证 苹果有认证的线 才可以用 如果不是 就不可以用 即是不能充电 存输不到数据 我不知道它怎样做到 但欧盟当然吵得很厉害 因为如果是这样 其他的 在欧洲自己生产的 Type-C的USB线 全部都会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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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就警告 如果苹果这样做的话 我就禁止了你的iPhone 不让你在欧洲卖 最后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新闻就报道到这里 美国上周的首领 失业救借金人数 升到24.2万 高一点 一般来说 都是22万 左右 4月份 裁员人数就下跌了 但其实新增的职位 也跌了很多 这一个阿里巴巴旗下的 国际数字商业王国 商业集团 我们之前都分析过 几次阿里巴巴的财报 除了淘宝和天猫 它们没有一个赚钱 他想着在美国IPO 但他已经否认了 那问题就是 你说他想不想在美国IPO 想 你说关不关美国事 未必 是关上面那个事 因为为什么呢 阿里巴巴如果 他在美国IPO 那些钱就会留在美国 当钱一离开了中国的时候 上面一个就控制不了 对吧 所以你看到现在 基本上都不会给你 所有公司在美国申请上市 这个大家如果在英国 大家可以留言 原来 除了英国的伦敦之外 伦敦是最贵的 大家都知道 原来第二大 即在英国 第二大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就是布里斯托 就是布里斯托 平均每月的开支 差不多1900磅 1900磅很贵 平均每月的开支为1900磅 1900磅很多钱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如果在英国的 大家又住在布里斯托 大家可以留言 让我们知道 下来 香港三月的零售数据 就是336亿 当然比上年更好 不用问 上年是什么 上年是林郑 大佬 整个香港封了一成 你增加四成 其实也是废 因为你的基数 差不多是零 所以看这些数字 是没有意思的 一定要对比 2018年前 才是有用的 好了 这是其中一个 Facebook 说的 就是很多 冒充 CheckGBT 的乐意软件 很多很多 在Facebook 里面 现在 研究 如何抵律 因为以往 那些 搜索的安全程式 就不是用来 搜索CheckGBT 可能是搜索的 木马程式 如果它转了 一个形式 可能就要 写过一些program 这个 就刚才我们说过 Tim Cook 坦白说一句 你说做生意人 你会把焦点放在哪里 是 你中国有增长 还有 不过多少 只有1-2% 2-3% 人家印度 百分之二十 当年 中国真的有百分之二十 有的 你说2008年 2009年 这个温家宝的年代 真的有这样的GDP增长 但是你看到现在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那条数字是流的 但是印度是真的 人家的数字是真的 你说Tim Cook 他会放在哪里 他也白说一句 你今次富士康事件 天曲都要死 明明有单 做不到出来 那当然可以走 那我当然是把增长 放在最强的地方 这是一定的 你印度 起码还有十年时间去 就是十年以上 你中国已经是风足残年了 你香港已经是风足残年了 谁来呢 是吧 阿伯看路啊 是吧 他说以前 柯尿射过戒 现在柯尿射过戒 现在柯尿射过戒 人家那些不同 人家男男女女 都这么征壮的 那怎样呢 你看看 大家现在看看香港 你看看中国 各个一扫过去 怎样呢 四张东西 一扫过去 各个都四张东西 我们以前 九几年代 回大陆 我还要问他 我说你十六岁 是呀 我十六岁 我说你的样子像十六岁 他说我真是十六岁 跟着那个指导工过来 他说 其实他是我的 我不记得是侄 还是什么 他说他十四岁 是吧 已经是 当年的中国 那时候是十四十六岁 现在那些 全部四张 去到厂做的全部四张 大家回大陆看看 你看看 年轻人的比例是很少的 你看看香港年轻人的比例 也是很少的 除了你看到那些学生之外 大部分你看到的 都是四字头 你印度那些 三字头 二字头 你去越南也好 都是年轻的 我这个越南 柬埔柴那些 全部是 我们当时四十多 全部都是二十多岁 十八九都有 我们现在去到越南那些 已经很老了 即是我们这五十多岁 已经很老了 即是我做得他父亲 有得 即是我等于他父亲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苹果的第二季财报 虽然它优于预期 但其实它的收入和盈利都是下降的 但是你看到 为何 苹果的股价都不下跌呢 因为你看到它有增长引擎 增长引擎就是印度 即是我再说一次 如果印度每人买一部iPhone 你不要管它什么iPhone iPhone15一定有人买到 因为印度那些人有钱 是超出你想象的 中价的人 那就买些 即是七八千元的 再低一点的 基层一点的 那就怎样 那就买些二手的 全印度一人有一部iPhone 有一个耳机 买一条线你都死了 十四亿条线 大哥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 十四点几亿 现在是十四点几亿的 你中国现在大家看下去 你告诉我 有没有十四亿人 当然没有 你看到没有 对不对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香港也没有 好了 那就是大家 我说了很多次 不要太过 即是怎么说呢 太过去估计那样东西 大家都以为 这个超微AMD是糟糕了 怎料 突然间 微软就宣布 我们要跟AMD 攜手 还有 它出钱资助AMD 要建构这个晶片 AI晶片 大家如果记得 之前的微软 是拍NVIDIA的 好了 那现在是做什么呢 现在是拍AMD 是做NVIDIA以外的东西 即是NVIDIA 是做它自己 和微软的AR晶片 而Microsoft 和AMD 是做第二类的AR晶片 因为AR晶片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范畴 很多不同的范畴 比如物联网 互联网 汽车 手机 电话 PC 游戏机 很多很多不同的范畴 所以 AMD突然间 它最高好像弹了12% 后来好像收了6% 所以大家不要太过去估计 因为在美国 当它有个科技的时候 当然 微软不会找一间楼 即是它有个科技的话 它很容易 股价可以追上来 好了 Microsoft 最后都开放了 这个Open Beta 简单说句 就是 现在的Bing 它就会开放Open Data 让大家去试 即是试它的 Track GPT 另外 当你对话的时候 它都会放些图像 影片 我估计 就是将来的广告 即是将来的广告 即是说 你做Track GPT AI 除了可以传送这个 就是传送这个影像 传送这个档案之外 它还会卖告白 Google也不甘寂寞 Google 会出最新的 最新的接合机 即是螢光幕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到 它比Samsung 那一部 明显地是薄很多 大家看到吗 它打开 就有7.6寸 接起就5.8寸 打开就有7.6寸 它叫做Pixel 通常Google也叫做Pixel 售价都很贵 差不多13000港元 13300港元 那你问我 我13300港元 我就不会买了 因为没有什么需要 但是你不排除有人买 好了 你说这些太贵 那就怎么样 不要紧 Google 在印度 揭开了Pixel 7a 发表日期 这三款是比较一般 那你问我 Google 在印度 有没有优势 当然有 Nadella 应该是印度人 看款 可能是印籍美国人 但你见到 它应该是印度裔 所以它这些 去到印度 就够了 你一看款 也是印度人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另外 Microsoft 它的Gmail 就会增加了认证 认证是什么呢 就是它有一个 蓝色的圈 里面有一剪 即是说 如果有一个蓝色的圈 有一剪 寄给你 那个Sender 你收到一个E-mail 这个Sender 是经过这个Gmail 去认证的 那你就会更放心 这个功能 是不用钱的 Windows 10 我现在都没有用 我现在都用Windows 11 微软宣布了 Windows 10 就会在2025年的10月 就会停用 在中间 它就没有这个功能更新 现在这个更新是最后的 它会有安全更新 安全更新有的 但是功能更新就没有了 去到2025年的10月 就不会再用Windows 10 好了 美国的交通部 刚刚前两天宣布了 将由中国 往返美国的航班 由8班 增加到12班 这样 我觉得这个也是正常的 因为现在 那个 就是中国应该 就过了那个Cov-19 我估计是的 所以你说 美国 有什么让步 我觉得正常 因为别人都是 以事论事而已 那你 就是没有了Cov-19 那么它就会增加了 是吧 这个我当然是举手举角贊成 英国会禁止所有金融产品 推销电话的 这个在香港我完全贊成 所有金融推销的电话 全部禁止 反正都是金屋 如果香港 就是 一般的市民 你想要找金融产品的 你上网也找到了 需要什么你推销 不是 需要什么你推销 是吧 不需要的嘛 对吧 所以香港应该要贊 禁止所有香港金融产品 推销电话 好了 另外我们说过Match的 社交 这个叫什么 社交情细 就是这个 认识你另外一半的社交情细 Tinder 就正式 撤出俄罗斯 我没有记录 九月 九月份开始 正式撤出俄罗斯 虽然俄罗斯 也有亿多人 但是不做了 因为要维护人权 这个我们是 举一脚贊成的 Samsung 大家应该没听过 他有罢工 但这次可能有第一次罢工 其实那个工会 他只不过是要求 那些员工 加薪百分之六 其实这个也正常的 但是 很难说 是不是 Samsung的业绩又不好 他们的工会 大概有一万人左右 代表了九个百分之六 的Samsung员工 即是说Samsung员工 基本上有十万 那么多 你个个加百分之六 是大件的 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坐下谈谈 好了 美国加息 欧元也加了一马 大家看到 现在欧元的 存款利率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本来是负的 一路升 升到现在 三厘二五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容易就会衰退 因为存款利率高 那些人就把钱 放到银行 在外面的商业活动 就会少 很容易衰退 我们以前也说过 Adidas 基本上 业绩很差 经营日利 大跌百分之八十六 他最大问题 就是之前跟这个 美国 他是一个黑人 他是美国歌手 叫做Ken West 本来做他代言人 有一个叫YES的品牌 我在网上看过 这个Ken West 也很搞笑 他是唱过hip hop歌 你问我 我真的完全不懂得欣赏 但在美国他很红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真的完全不懂得欣赏 他言论很出位 有时候 有些歌词 吵架人也有 拍过MV 十几二十个人 不穿衣服 在床上也有 有时候 登上了小布殊的照片 也有 这个人是很神怪的 有些性别的言论 之后 这个Adidas 不如大家不要合作 那Ken West 是没问题的 但问题 你之前 用了Ken West 那个名字 来做那个 YES 去做的那些产品 鞋子 那些全部都不能卖 因为有别人的Logo 所以那批存货 也很麻烦 因为没有人会买 因为Ken West 是不肯的 别人有个Logo 有个什么头 所以也很麻烦 所以Adidas 这家公司也是不行的 乱构 这么跟别人签 喂 别人 你见到 这些人一直都卡住 其实 很神奇 搞些HipHop歌 擦碟 很多这些东西 坦白说 我真的不懂得欣赏 好了 那 中国电商平台 拼多多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假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提交给美国的SEC 这个文件一定不会假的 就将总部由中国搬到去爱尔兰 并将柏林列为该公司的主要行政 office 大家要明白 拼多多 我说 腾讯 亚里 都是什么 都是共青团 都是共青团 你问我他们想不想走 一定想走 你看到现在 港股 为什么不上不下 不上不下 就是因为阿里 因为这个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和腾讯 主要这两个东西 不上不下 那 香港的恒生指数 就不上不下 是吧 那你问我 拼多多 会不会将总部由中国搬出呢 一定想 但是问题就是 他否认 你不知道 我在那里设个总部 我说这里是总部就可以 我说中国是总部也可以 没有人知道的 是吧 他一定是不想说的 就是你看一样东西 拼多多出生于上海 成长在中国 始终在上海 不会改变 坦白说一句 你能交这个文件 给SEC 哪里有假 这些是不可能假的 假人家脱你牌 你就糟了 顺风 终于想在香港上市了 你老美 你赚钱的时候 又不是香港上市 对不对 你赚钱的时候 走到国内 好了 当你现在 借了 收皮了 那你就在香港上市了 坦白说一句 你千万不要认购 你看一样东西 整个中港那个 你以前有那么多厂 记件都记死你 真的不是说笑 一份文件40元 记钱 记件 只是收件 文件 他都赚了所有的皮费 回来 1998年 我第一次用顺风 你老美中间 就是顺风顺水 赚那么多钱 你都不能在香港上市 你现在收皮了 就在香港上市 最主要就是刮你的钱 年内集资 20至30亿 这些是仆街 是吧 你如果一直都不在香港上市 我不会说你 简单说 他摆明当你香港人是傻子 对不对 对不对 喂 你公司中间这么赚钱 你不是在香港上市 是吧 好了 你现在死了 借了皮了 还说明 集资 20至30亿 美金 是吧 那这些钱是谁拿的 大家心照吧 是吧 为什么顺风可以做到这么大 大家心照吧 对不对 喂 你没有后面的人支持 你的件 可以送到中国 每一个地方 多乱鱼 对不对 我劝大家千万不要认诅 好 另外 你看到蚂蚁 其实蚂蚁已经收皮了 蚂蚁是做借钱的 蚂蚁主要做借钱的 金融借贷的 如果现在蚂蚁一定要跟回国家借钱的利息的话 根本上就没有人会用蚂蚁的 那我不如用回四大银行 对不对 反正你的钱都是由四大银行的来 只不过收集了客 所以问题就是 你看到蚂蚁集团 想着引入投资者 出售香港的虚拟银行股份 又是涉本的 做了两年 虚拟了几亿 所以 大家这些公司 最好你就是 碰都不要碰 亦都不需要花时间去看公司 浪费你时间 好了 那说一点香港的新闻 你看看一件事 这一段新闻 就说什么呢 李慧琼就说 香港的区议会 现在做这样的选举方法 是绝对民主的 绝对对香港有利的 绝对可以帮到香港市民的 希望大家和他一起支持这个方案 那你参不参选 我不参选 就是这样 那你说得这么好 为什么不参选呢 每个人都说得很好 李家超就 即是李家超就 即是李家超就 下来到不同的街站 是吧 打气 既然说得这么好 为什么你不参选呢 何议员说得这么好 为什么你不参选呢 没有肉食 对不对 因为没有肉食 你想想一件事 我们之前都说过 你如果是间选 或者是委任的 你根本就不需要选 自然给你的 如果直选 你说 第一件事 未必选到你李维琴 第二件事 你说要用多少广告费 选举费 你只有那几万元一个月 还有一件事 现在未必有蛇齿饼中给他吃的 所以你看到他不参选 之前你不见他不参选 是吧 他说得很好的 大家可以看回 就是独媒那份报道 他说 什么都好的 这个选举 什么都好是没问题的 这个选举方式是没问题的 对香港很好 这个选举方式救了民主 我支持 希望所有香港的市民都支持 但是我不参选 就是这样 好了 政府说得很厉害 我们给了一个月的时间 3月份 强积金已经建红了 好了 4月份 又建红 只是1月和2月好似好一点 接着连续两个月又建红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强积金 将来都拿来投资明日大禹 和北部都会区的话 我想你二十年 你的强积金都建红了 我告诉你 真的 现在这个 坦白说一句 很开头 如果他一投资到强积金 有读者 就是说 强积金 强积金完全由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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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积金去控制 这样 为什么可以做事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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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现在你强积金 你要投资到哪些基金 你以为由你做事 你以为由你汇丰做事 你以为由你汇丰做事 你不要弄错 它是一个国家 每个人都要投资 每个基金都要投资这个 明日大雨 每个都要投资这个 北部都会区 他敢不投资吗 对不对 是国家 对不对 一投资下去 你就做乞业 对不对 现在这些 是初步看到 我告诉你 最后 我估计是强积金 二十年都是虧 好 这个港交所 其实差不多年半之前 我和大家说过 人民币和港币 双桂台模式 即是说 你用港元 可以买人民币 接着买国内的股票 反过来也可以 你看到 他说的测试未如理想 根本上 谁会买你内地的A股 谁会把港元 去换成人民币 你都很傻 对不对 我想他会赖着赖着赖着 即是交易系统未更新 做得不好 接着就禁止了 根本上 你不强迫 是没有人会用的 没有人会买你的 没有人会买你的 人民币股票 只会多余的 这个是说国内的 国内 五一黄金周 人均消费 比疫情跌百分之十 疫情之前 这个是说国内人 坦白说一句 百分之十 我觉得有水分 很多 特区政府官员 国内 很多人出来 很多人 我用回 罗家聪博士说一句 印度那么多人 非洲那么多人 是吧 那别人就比你强 人家现在是14.2亿 你现在是13.2亿 是吧 不是人多就行 你看到他自己报出来 消费都比疫情低10% 我告诉你 我就当你 这个数字是对的 你低10%都死了 我告诉你 另外呢 深圳会支持 香港和澳门的青年 在深圳创业 个人最高可态 六十万 深圳支持 那为什么不在香港创业呢 我想问一下 是吧 香港的人 为什么不在香港创业呢 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呢 我觉得是 他还要借钱给你 但是借人民币给你 是吧 就是 为什么特区政府 不借钱给香港那些 青少年等你在香港创业呢 就是要香港的人 就是香港的青少年 上去你 你中国呢 我真的不明白 香港的人 不是最好在香港创业的吗 那你叫那些外资来投资的话 那你叫那些外资来投资的话 那你叫那些外资 请我们香港的青年也可以的 为什么不敢做呢 为什么要香港的青年 一定回去大湾区呢 你大湾区 我告诉你 你东莞的 基本上已经死了 东莞已经死了 就是我们也报道过了 九月份 深圳就可以买地摊了 我最早见深圳地摊 是我19 90年上深圳的时候 见到什么时候呢 大约见到05-06年 就是中国的经济一毫 就没有地摊了 那现在深圳都要放地摊 那你为什么还叫香港的青少年去呢 那你可想而知 香港的青少年去 基本上是很少的 如果不是 你看到它不会一直这样卖的 已经卖了很久了 已经是 最后 Facebook 就说 中国有组织地 在西方 散播煽动言论 招聘兼职 发动极右翼的示威 除了Facebook之外 周秀之在美国国会里说 TikTok完全不关中国政府的事 有一个学院叫做阿克顿学院 他在TikTok登什么呢 就是登黎智英的纪录片 突然被TikTok停了帐号 理由是什么呢 违反社区规则下架 即是说TikTok被中国完全监控 这个短片 是在美国的 不是在香港 不是在中国 是在美国的 他都可以 即是他现在不是指控你 他直接停了你的账号 简单说句 其实中国 是监控了全世界的软件 周秀之都说 全部是够说的 我估计TikTok都收皮了 现在是 TikTok一定要收皮 他不收皮 都不行了 所以很清楚 即是外国很清楚 根本上 你中国说的那些话 没有一句是送得过的 一句都送过 所以我们片头说 无论是英国人 怎样都好 他说话算数 无论哪个执政都好 因为你代表国家 如果国家说话都不算数 那还变成国家 但是我们的国家说话 就说了就算了 所以就没人相信 刚刚才被尹石穴吵架 不奇怪 被尹石穴吵架 尹石穴现在有大佬撑腰 我最多不做你中国生意 是不是 你中国收皮了 现在 所以你看到 Tim Cook 一开口就说 全球最大人口国家 印度 一开口就说这句 即是我也受得你起来 对不对 那你就不要买iPhone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反正你现在的死窮戏 都买不起的 对不对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鑽石狗组合 126% 我看看有没有更新的新闻 新的新闻就不多 刚刚看到经济 就出了那个 楼价指数 都是跌的 即是说 楼价指数 连续三个星期都跌 差不多跌2% 即是简单说句 是由 4月中开始就跌了 楼价指数 简单说句 即是代表什么 即是代表市场 已经见到 你的所谓复苏 其实是 大我孙来的 对不对 大我孙来的 你的复苏是 即是真的没有什么人买楼 那我楼价就跌了 还可以跌 告诉你 暂时都是这个 其他没有什么新的新闻 youtube 投资筆记 五月份的收费版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希望大家可以免费订我们的 youtube 英文财经频道 us.marketweekly 我们的连结就在下面 我们的网织 香港与环球投资日子 我们讲完这个 183中信国际电讯 接着我们会讲这个 银行娱乐 喜力 银行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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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 我们两类型的收费项目 我们就不重复了 大家看看银行幕 有我们的银行账户 转数快电邮和PayPal账户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youtube 下方留言 大家电邮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现在差不多是星期五的六点多 好很多 只是有少少避税 希望明天星期六可以完全好 是吧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祝个民心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